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外 复告中也透露 张绍华至2010年9月就深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困扰 多次住院治疗 而即使如此 张绍华老师依然顽强与疾病斗争 依然拍摄了很多快智人口的作品 目前 网友军队张绍华老师去世一世感到遗憾 包括导演郭静宇 同公司演员汪荣等人 也纷纷悼念了张绍华老师 虽然我们都很舍不得张绍华老师离开 但遗憾的是 这两则复告的出现 显然也意味着张绍华老师已经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 而观众更是再也看不到 他为荧幕献上自己精彩的表演了 这让人感到无比遗憾 作为演员 从一60年的张绍华老师 生前的作品我们耳熟能详 1993年开始涉足迎拼了他 代表作包括了《我的丑娘》 《大宅门》 《昌回家看看》 《中安六祖一》 《娘道》 铁梨花 《武林外传》等热番电视剧 这些作品都让观众们看到了张绍华 无比专业的演技和艺术造诣 作为艺术家 张绍华老师便是先后获得了 白玉兰奖 摩纳哥国际电影奖最佳女配角奖 以及国具盛典终生成就奖等 同时 这些奖项也意味着 他在演艺圈留下的作品更会百事流芳 不过 也正是家人在副高中透露的一样 张绍华老师早在2010年 就深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困扰 生前这段时间更是遭受了不少的病痛折磨 据悉 张绍华老师曾在去年2月份 录制视频为奋斗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加油 但那时候 个人状态已经明显憔悴了 生化时也显得中气不足 接着是在去年7月 张绍华被拍到一个人在医院看病 当时他双鼻插管 躺在病床上只能侧握 精神看起来更加憔悴了 身体也很瘦弱 整体状态十分让人担忧 此外 张绍华的孙女婿 嘎子谢梦伟也曾多次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于奶奶的合影 虽然多次出镜 张绍华老师都亲切向网友问好 但从画面也能明显看到 他的瘦弱不堪的身躯 不过 说起张绍华老师的子女 也让人感慨 这么多年来 外界一直有传张绍华和唯一的儿子 关系不好 不仅生病时不见其探望 甚至还有传张绍华老师 一直在拍戏替儿子还债 虽说对于外界这些留言 张绍华老师也曾发声明 为儿子辩解 但实际情况中 张绍华儿子很少管他也是事实 若是真叫真起来 在无数网友眼里 甚至也只有孙女和孙女婿 谢梦伟是真正做到了常年陪伴 悉闲尽孝 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 张绍华老师算不上个十全十美的人 当年他饱受诟病 一番行为更是很多人用来攻击他的理由 但不管怎么说 人已经离开了 那些往事也让尽量随风而散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精彩资讯 在圈内娱乐 敬请关注哦